很多人喜欢躲在电脑前拿纸巾自己去自己玩 说的事情传说对决的训练营拿纸巾流汗嘛 要是正式对战也可以开启无敌让塔打你不靠闲啊 该多好 诶这英雄大改强就改成这样了 没错就是 详问天文大帝 夜夜夜叉 这把巨猴龙骨月塔 对吧改叉上都先无敌杀到你 还有把超通刀锋锅锅来不让弄硬着 上了队友怒旋阿莱加艾瑞宽 观人在见我的夜叉大招轮子 观笑子 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 嗨朋友我是Mateem的 这次带来的是夜叉这位英雄 最新版本改强了一个实战解说 对线是个物己 一开始我们就有杀星 因为在这时间点上 只要我们不让对面的物己秀起来 我们就想单杀他 叫小兄弟说来打物己 看有没有打野 要过来 技能开启 躲他的一技能 不断的打 他要四个方位了吗 哦四个方位 你就先拉开 待会跟大家说到底改强什么 物己过来过来 再拿再拿 这也果然在这嘛 还有一滴血 我们的血量差不多 可是他有这个爆裂 竖甲要了 后拉他直接逼他的闪现 这里要是小兄弟听我们说来打物己 他就被收割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干铃鸟 一技能大招过去 来干他 来 我们已经打成残血 一个闪现 躲他大招 咦 其罗小兄弟 怎么感觉前期没有伤害 哦 还被打成残血 明显延迟一下 没关系 小兄弟没关系的 别在这里回城了 别啊 别啊 哦 幸好他 不是说回城时候买装备 不然就完蛋了 其实我们是不怂 对面的物己 可是小兄弟不打 你看到你 你还想拔刀斩 我又死亡 角斗场来呀 我们又是打到他半血了 小兄弟之后那半血靠你来了 我闪现 这 oh my god 锁得了两次物己 打到半血以下 收割不了吗 小兄弟 第一波都差一点单杀 没有关系 又看到你想抢小野怪 勾你过来 为什么刀锋达不痛呢 我们这里先把他给干掉 再拉一下 这一个 纳塔亚 为什么刀锋达我们不痛 因为现在 我们 这一个减伤 那是夸张了 刚刚其实我们有去下路 守了一波再回城 可是再来一波 那你就给我吃下一个 阿来 再加个艾瑞 之后 如果你还不想走 我们再干 我们把他收割 可是这里小兄弟 没有人想要上 没关系了 自己玩就是这样 拉你过来一个大招 这一局打了20多 30多 差不多30分钟 所以一些的 我们换一 这直接 给大家 快放 是不是 看一下就行 小兄弟 来就是这样就对 还有中路兵限制 老头打炮 无痛 你 先拉开一下 不要不要打到 不要吃到 阿来又锁他 我们又勾他过来 你吸错人 那吸老头 有点酸的 里面说什么 老酸奶 什么鬼 看到 你勾过来 你过来 给我过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原来你那么的痛 现在我们的减伤呢 从以前的60% 大幅给他 增加到70% 各位小兄弟 待会我们给大家看 那一个夸张 哇你还过来 我又来一个顺移仙桃 打他 对了 那里过来 一个大招 哎呀你这个拔刀斩 还没来得及 这一个关注 你就先缴歇 这个霸体 完了之后 还没完 他就缴歇 我们撞了空气 没关系 但凯撒也就行 多了10%的减伤 是什么的概念 待会大家看一下 先看这个老头了 哎呀勾引一下 这个老头仙人跳 干了他 收割了 我们 要是 被他打我们 或者是说 对面打我们 一个团战 你承受了 一万点伤害好了 一二技能开 一千不见 啊我们 咦 这一个 你大招我也大招 没关系 一换一 大家都想大招 对面的这兔子 二技能 先拉开 你个刀锋baby 想追我 男追女 就隔个山 女追男啊 隔成沙 干那一下 再劈一下 纳塔亚再射 你好射哦 来 二技能一个闪现 骗你招 吸谁 哦他吸住了 射出来吧 既然他吸住就射出来 先把兵线搞 我想搞一波 你个纳塔亚 你开起大招 那么谁都有霸体搞毛啊 有霸体我怎么锁住也没关系嘛 不也没死嘛 二换三 再去干古龙啊 干古龙也爽了 没有纳塔亚干就转去干古龙 然后把兵线搞 别怂 继续整理 有小兄弟觉得自己残血就会走 别走啊 对面剩两个 扰弱残兵 看到下路这里击 你我陛下 哎呀 锁住那边刀锋 背比了 他刚刚大招我们一点都不通 因为就是 你看我们二技能 你又拉你一下过来勾引你个老头 他们关爱老人 没关系 那就去先反野 看一下中路兵线这儿 我们靠一下下路这二塔 感觉是推不掉啦 没兵线 那就去干龙吧 我们去干龙 发生了一波的争夺的龙战 命呢 掉了一个 也没什么关系 这一局 哦 终于过二十分钟 超久 精华才给大家看 别浪费大家时间嘛 是不是 啊 买个复活甲 巨魂这里不太需要了 又不是打单对线 你看一下对面 我再预购一个 此神镰刀 之后 如果真触发 我还买个凝霜宝珠呢 哦 他射 我就是个幼儿 来射 啊 一个大招 过去死亡角斗场 就你没霸体 妹的 全部 全部活大招 你全部搞个霸体 要不然就吸住我哥德尔 搞毛 幸好有个兔子跳出来 直接说 来 干我 拉你一下又过来 黑暗鸡翅啊 什么鬼 再来你还想 一拉你回来 刀锋baby一起干 亚莲说 今天给你干 明天我干 为什么 要这样 他喜欢这玩意 牛头人嘛 哎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 塔打我啊 现在没 现在没了 现在没 就多痛 又有 又不痛 二技能不开 那塔打我多痛 二技能一开 我们再加上了 这个魔纹 塔 之庇佑 各位小兄弟 这个魔纹 现在版本改强的夜叉 月塔至神 一直财 一直爽 赢下这一局游戏的胜利 最高推 塔 最新版之中 他最适合搭什么英雄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这一位 若宜 我们是一个单挑能力 很强的英雄 可以选择与若宜 进行四一分推的玩法配合 一般来一个英雄首线 很难战胜我们 来两个 其他战场就会形成四打二的局面 若宜的大招也可以及时召唤我们 或者帮我们逃生 最大的第二个英雄就是 莫拉 我们自己属于单挑带线十分强势的英雄 一般选择上单位之抗压 我们到达四级以后 就有足够的控制 但是前中其输出能力不足以 轻松击杀敌方英雄 可以防守的形式 在塔下清兵线 配合莫拉 抓敌方推进英雄 我们大招呼莫拉 可以轻松打出二技能大招 配合我们秒杀敌方英雄 压制什么英雄 第一个就是超人 超人是一个依赖冲锋后 技能收医的英雄 最害怕控制还有减输类技能针对 我们使用大招命中他后 就像绳子拴住了马 他很难有效发挥自己的AOE伤害 还有控制 我们的一技能也可以打断 被控到单路或者配合队友激活 可以轻松压制他 压制的第二个英雄就是这一位 迈克斯 迈克斯有一个核心玩法是四一分推 既能牵制敌方英雄 又可以及时支援战场 带线推进让人防不胜防 我们对抗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他需要支援战场时 使用大招也可以阻止他发挥自己的作用 为什么英雄给压制呢 第一个就是马家 第一马家不怕我们大招 只要我们赶大招他也可以大招 而且他的冷却短很多 第二他可以风筝手短的我们 压制我们的第二个英雄就是这一位 太阳 太阳的被动使得我们很难蹲他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他也可以很有效的风筝我们 感谢大家收看我是MATTIM的我 喜欢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